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25分 小涨28点 今天是开低46点翻红 28点不多 今天成交量有3681亿 那么大的量 竟然供不出去 这就是耐人寻味的地方 这个你就要注意 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下跌 占指数占了41点 跌了5块钱 广达今天大跌了7块钱 光是这两家公司 占指数就占掉了50点 台积电广达跌了指数50点 那指数还能够涨28点 可见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表现都不错 今天上市的部分677加上涨 228加下跌 62加平盘 所以这个行情叫做小兵力大功 有更多的股票上涨 填补了台积电广达的下跌 所以这个行情很好做 你知道记得我跟大家谈的 涨高的股票不要去追 这个行情涨到第15天之后 短线随时会有一波回档的行情 你要小心 气管的股票就有危险了 今天外资卖超100亿 虽然指数涨28点 外资今天卖超110亿 外资今天卖超110亿 所以外资也开始逢高在做调节的动作 爱说你 上个礼拜五道琼跌145点 尾盘的时候突然杀下来 纳达克也跌了0.8% 费成包体跌了0.66% 上礼拜五的节目里面 我特别跟大家提醒到 道琼已经出现高档的背离了 之前底部的背离 价格破底指标走高 这叫底部背离 底部背离会有底部反转的走势 这现在出现的是高档的背离 价格一直走高 指标反而越走越低 所以出现这种高档背离的时候 你要提防短线的反转讯号 该提醒你的 只要我发现了 只要我看到了 我都会提醒你 那我提醒你的时候 你就要警觉性 总好叫方向 分成包体也是一样 一直走高 指标开始越走越低 这叫高档背离 之前是底部背离 指数破底 指标走高 底部背离会有反转的机会 那高档背离一样 你要提防短线的回档 所以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目前全部都出现高档背离的现象 所以在操作上一定要很小心 这个对台北股市一定会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税里可以 台北股市开红盘第一天 大涨了五百多点 创个历史新高 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五点 可是紧接着 上礼拜五就跌三十八点 那今天虽然小涨二十八点 可是整个气势已经开始转落了 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只跟大家谈到 周期都在走 十五天的周期 十五天的周期 这次也是一样 十五天 十五天 十三天 十五天 元旦的时候第一个十五天 所以拉回来十五天 拉回来十五天之后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这提醒你 注意第十五天 注意第十五天 第十五天在什么时候 我们来数 第十五天的时间 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所以开红盘第一天 开红盘交易日 就是第十五天 所以为什么当天开高之后 就下来了 隔天又开高又走低 那今天虽然开低走高 三千六百亿 供不出去 所以到了第十五天之后 你要小心谨慎 大盘随时都是涨涨跌跌的 有涨才会有跌嘛 那有跌才会有再涨的机会 所以掌握轮动的顺序 掌握整个大盘的节奏 你的操作就会很顺手 所以既然涨到第十五天 就不好去堆管了 起管的股票就不好去堆了 有很多股票 拉上来都是在逢高 做出货的动作 你要小心 找底部的股票买 很多涨高的股票 主力都在出货 你不要人家在出货 然后你还心事冲冲跳进去 然后一买 就一路被套 这样股票操作起来就 不开心了嘛 对不对 还有底部要起涨的个股 找底部的股票买 没问题 大盘就算回档 底部的股票会上来 两边会交换 所以养成买底部就对了 你看重店的股票 礼拜五涨 今天重店股继续涨 对不对 上礼拜五 车用的股票也涨 那今天网通股也上来 所以很多底部的股票 修正完之后会上来 你只要不要去堆管就好 找底部的股票买 指数走指数的 个股走个股的 把大盘跟个股的节奏 都掌握好 行情还是可以继续赚钱的 行情还是可以继续赚钱的 不用怕了 上礼拜五 美国股市 大部分都下跌 ADR也跌 这里面最关键的 就是美超围 美超围上礼拜五 从开高5% 到收盘大跌20% 一天25% 去想象了啦 270几块美金 涨到1000块美金 虽然调高财测 本比也太高了嘛 对不对 本比40几倍 太高了啦 我上牌给大家看过了嘛 台积电ADR 很明显已经涨不动了 AMD也涨不动了 V6也涨不动了 最后剩下 调高财测的美超围 276美元 标到886 上礼拜五 直接开到1077 当天灌下来 剩803 一天25% 那美超围一倒 台湾这边AI股票 就兵败如山倒了嘛 对不对 今天台北股市的AI概念股 就兵败如山倒了 今天AI股票 就兵败如山倒了 今天AI股票 一片绿油油的 一片绿油油的 四星KY跌2.5% 加折2.9% 台光电3.5% 旗鸿4.7% 资源6% 季家3.8% 今天AI股票 情城跌5% 金像电6.3% 华晴5% 一片大跌 台新科跌5% 今天AI股票 重灾区 开红盘一片 热轰轰 一天而已 连续两天 AI股票就下来了 我有提醒你哦 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哦 我又事先跟你提醒了 今天指数虽然涨28点 可是很多法人股 今天卖压都很重 你看今天极高价的股票 四星信华 利旺 有没有M31 跌到4.5% 加折建策 今天这种五六百块钱的股票 富士达跌停 对 照例跌停 新日新跌停 这都起太高了嘛 起得高了又要堆 你就容易受伤嘛 对不对 所以经常讲 要买底部就要买 不要每次涨高之后才跳进去 很容易受伤的 很容易受伤的 台积电开红盘第一天 七百零九 我早就跟大家预告啦 过六百亿是会看七百元 来啊嘛 所以要买一走就该买了 七百块钱你又要走了 台积电周期跟大盘一样 都是十五天的周期 那十五天的周期 在开红盘第一天 就十五天啊 我事先都跟大家预告过 我会都讲的事情 话我都讲在前面 让你去印证 因为我讲在前面 你才有反应的机会嘛 你才有反应的空间嘛 等到行情大涨之后再来讲 就来不及啦 台积电我们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第十五天嘛 这就是第十五天嘛 所以开红盘第一个交易日 台积电到第十五天 所以当天开高七百零九元 插涨停板一块钱 就到不了 这就有鬼了嘛 所以当天我就跟大家讲过 插一块 涨停看不到 这有事哦 你看到今天 台积电剩下 六百七十三块钱 今天台积电剩下六百七十四 这样短短三天时间而已 七百零九达到六百七十四 六百七十四 几颗 三十五颗呢 短短三天三十五颗呢 抗盘当天台积电 11万张的成交量 今天剩下三万四千张的成交量 过年前成交量大概都三万张四万张 三万张四万张 你不敢买 然后十一万张的量 七百零九都跳下去了 跳进去就套啦 一进去 限套三十五块钱 何苦呢 我在第一时间都提醒你啦 林何院在第一时间都提醒你了 三十五天到了 三十五天到了 不要再去队贯了 台积电长期看好没问题 你等它下一次修正 等它十五天修正完之后 要求高来求就好了嘛 大盘有大盘的节奏 个股也有个股的节奏嘛 你依照节奏做 你操作就会很轻松 AI股票今天也全部受影响 我们刚刚看过 AI的股票今天也全部都受影响 今天AI股票也全部都灾区 过年后大家一窝蜂都在喊AI 之后林何院提醒你 税里油不要买堆油 要买车你就该买了 要买早就该买了 你看好技嘉 两百二我就开始买了 我在买技嘉的时候谁敢买 没有人敢买啊 那现在技嘉三百多了 很多人就在讨论技嘉了 要做太烦气了嘛 你要比人家赢 你要比人家领先 你就要买得比人家早嘛 当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你就要勇于低阶嘛 等到大家都在买的时候 你就要找下一个标的了 你看好两百二买 四十八块六地了 三百几块就没再堆了嘛 经济家也跌蛮多的 经济家也跌蛮多的 跌了十四块钱 不要再堆了啦 又找低部的股票 还有底部的股票 再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嘛 何必强迫自己去买一些涨高的个股呢 对不对 微软就是底部的啊 而且还连续五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你看我们一百三买的 我们一百三买的一百四十三 那是不是十块钱贪掉了 大箱形快要结束而已 到时候箱形结束喷出去 又是一个新的多头公式 所以很多底部的股票 比特币这次也飙很凶 半年时间 比特币翻倍 两万五美元 现在五万二美元 比特币概念股 两家最重要的 技嘉跟维新 技嘉去年赚八块 维新赚十块 两个走势几乎同步的 那赚得越多 维新反而股价只有技嘉的一半而已 所以你去买技嘉就危险嘛 反过头来买维新 相对就比较安全嘛 你看今天技嘉跌了十四块半 维新就平盘啊 就会拨啊 那底部刚做出来而已 随时就有供出去的机会嘛 所以你要在同一个族群里面 比较看看 找安全有机会补涨大涨的 不要随着市场一直在追 最热门的 到时候都会套在高点 到时候都会套在高点 AI概念股 剩下唯一一档还在底部的 还在底部的 你也可以特别注意 你看到每只股票都从底部开始买 对 每时 做两趟 赚了四十块钱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三十趴五十趴 就很简单 环球金也是啊 四百四买的六百一卖出 四百四买六百一卖出 这样子很漂亮 现在剩下五百四十几而已 等它修正完 要求高再来求就好了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轮流在接棒 对 汉唐也是啊 两百二买 两百八卖 党党都是从底部带着会员操作 对 汉唐 涨高之后 买还没有涨的帆宣 人家都大涨 只有帆宣没有涨 对 没有涨 我们就开始买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五 是不是喷出去了 已经喷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依照有这样的方法 找赚大钱要不去的 从底部开始布局 那把时间周期算好 时间差不多 开始卡位 等到大单一进来 它就喷出去了 然后就喷出去了 反正今年业绩很好 材料KY 这我已经开牌了 大盘一路大涨 材料KY一路下跌 跌了四十个percent 跌了三个多月 你看我们封关前 八百 八百二 八百四 八百二十五 一直在买 包含上个礼拜五 拉回来 我们八百五一样买 继续加码 兼材料KY 找盘还有 八百三十八 敢买吗 有没有买 我都公开给你看 敢买吗 拉上来 八百七七 我们上礼拜五 八百五买的 也算二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 一顶二万几块 这样也两万多 我这两天查了一下 这两天我查了一下 你知道材料KY 它的营收 连续十二个月 创历史新高标高 一月营收十二点八亿 年成长一百九十六趴 我这样跟大家说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看哦 材料KY 它的营收账款 三点一二亿 什么意思 如果以一月营收 十二点八亿来算的话 一个月营收十二点八亿 营收账款 怎么会只有三点一亿 你知道三点一亿的营收 营收账款 营收账款天数几天 才七天而已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一般正常的营运 你货出去 人家是会开票给你 对不对 所以正常在做生意的时候 你货出去 人家开票 一开两个月到三个月 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的营运 营收账款都会有 两到三个月 营收账款如果越长 代表什么 代表客户端的东西 卖的速度很慢 那存在着 收不到钱的危机 所以营收账款时间越长 会越危险 那营收账款越短 越安全 你看台积电够赞了吧 对不对 台积电营收账款 有1.5个月 已经很好的啊 可是材料KY 营收账款只有多少 只有七天而已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跟材料KY拿货的厂商 几乎都是现金拿货 你要开票 人家都现金付账了 你还开票来不及了 开票没有人在开一个礼拜票的啦 它的营收账款 竟然只有七天而已 代表它的货 出货量很快 市场需求很大 所以大家在抢货的时候 几乎都是用现金拿货 除非比较大笔的 量比较大的 可能会开一个月票 或者开半个月票 竟然只有 营收账款竟然只有七天 我看上市贵公司 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存货呢 1月营收12.8亿 存货6.67亿 这么一属 两周 存货只有两周而已 正常一家公司都要安全存货嘛 所以正常存货量 两到三个月是正常的 是安全的 台积电 存货1.5个月 联发科1.5个月 这个都已经算很少了 存货时间越长 代表它出货动作越慢 出货动作越慢 你存货越多 你很容易出现存货损失 因为你出货出得慢 市场东西卖不掉 价格容易跌嘛 那价格一跌 你存货亏损就会出现 所以正常两到三个月的存货 是安全存货 三个月以上的存货量 就有点危险 存货量越长时间越危险 材料KY存货竟然只有两周 竟然只有两周 运收账款七天 存货两周 代表什么 代表供不应求啊 人家抢货 货是用抢的 所以才会剩下 七天的运收账款 跟两周的存货量 所以代表这家公司的货 很抢手 所以你看它的运收 从运收就可以看到嘛 连标十二个月 那股价呢 供不应求 股价反而大跌 跌掉四十趴 这个就机会嘛 那目前底部已经跨出来了 到时候前高一过 大抵一完成 我估计材料KY 今年美股获利 应该有八个股本的机会 应该有八个股本的机会 因为第三季美股获利 第十九点七 第四季应该有二十二块钱 那第四季有二十二块钱 目前今年度又会有 今年跟明年都会有新的生产线 因为你供货那么吃紧的情况之下 市场需求很大 公司一定会扩充产能 那生产线一开出来 它的出货量营收又会拉高 所以今年美股获利八个股本应该跑不掉 可能仅次于大力光 那股价在底部 这就是机会啊 这个行情到时候如果前高再一过 很容易再去攻高点 很容易再去攻高点 但价格比较高 八百几块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玩的 你的资金实力如果够 我个人觉得这种股票 未来赚大钱的机会 很大的 我专门找这种股票 而且从各个层面 去分析了解 它的营运状况 股票投资 有些人就把它当成是 价格高低的买卖 赚差价 但也不能说错啦 那我个人不是比较在意 产业的营运跟未来展望 从未来展望家的产业里面 去挑最好的公司 当它股价在跌升的时候 进场做投资 这是最稳定最安全的方法 股神巴菲特也是这样做的啊 未来的明星产业 趁它跌升的时候 开始逢低 开始布局卡位 一步一卡硬 所买的股票 都是基本面最好的 尤其产业面也是最佳的 像这些也是啊 连续三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也是跌了九个月 这种股票再跌空间都不多 随时一上来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也是啊 AI股票里面 唯一一档 目前还在底部的 我在说哪一支 知不知道 这个最近我在注意它的买点哦 我没下去 买点到我会出手 买点到我会出手 有兴趣我们一起来合作 还有很多商品在低档 ETF 大陆股市美中贸易战 我过年以前是跟大家谈这个东西嘛 美中贸易战的结果 美国股市创历史新高 大陆股市反而一路跌 在过年前 大陆已经喊出两兆人民币要护盘了 市场看法很悲观 因为从总体经济面下去看大陆股市 确实是不好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是面子问题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习近平救股市 如果救不起来的话 连自己国家股市都救不起来 你还有什么资格 在国际之间 跟人家说话大声 对不对 连自己都救不了了 那个就是面子问题嘛 今天大陆股市开红盘 上证涨1.57% 深圳也涨了1.77% 你看大陆股市 今天靠王盘 涨了1.57% 有开始挤起来吗 有开始挤起来吗 深圳股市也是啊 靠王盘开始挤了 那台湾这边 我们也能够分一杯羹啊 护胜2.57% 背离也出现了 中午时正二 55块跌到剩5块半 55块半 它冲5块半 它还能够跌到哪里去 这风险小 有机会博一个大利润 你看靠王盘中 连续两天就大涨了 两天涨了12% 对两天就涨了12%了 对我们过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是不是开始挤了 所以还有很多好的机会 找底部的股票来买 那大陆股市只要一个反弹 这种ETF你要赚个20%30% 其实很容易的 你能源分析 是很全面性的 不是只一直集中在 某些小数的产业 少数的产业 台北股市有很多的机会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要赚个30%50% 就很容易 不然来跟零天一起合作 我们一起来合作 新的一年 我继续找底部的股票 我们一档一档 30%50%的累积利润 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记得按赞 订阅 跟他您的脚步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公司已忘记绩效不保 结尾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着财务利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